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解放军的055万吨大区已经进入日本海了 它的方向要么是绕日本 环日本岛航行 要么就是去阿拉斯加 现在看它配了2万吨的补给舰 可能就是奔着阿拉斯加区 咱们应该一周以前说解放军已经抵达了阿拉斯加附近了 解放军的这个U20 对吧 看来就是符合咱们的逻辑 05已经奔着阿拉斯加去了 日本是最近公布了无人期 发现这个无人期是在日本周边飞行 然后呢 F15是够不着吗 它最后拍了一个仰望这个镜头 比如说我们飞得更高 没想到是解放军海军立刻行动 然后呢 在日本海 这个日本防卫省公布是6月27号 中国海军的05万吨大区编队是进入日本海 这支编队是05的拉萨舰 还有903A型的综合补给舰 可可西里湖舰 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05万吨大区的航程呢 它本身就可以绕日本航行 所以不需要去补给 所以它配这个补给 带2万吨的综合补给舰 就是要去更远 那就是阿拉斯加 所以阿拉斯加应该是到美国家门口去自由航行了 因为说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跑到阿拉斯加 咱们讲过阿拉斯加这个阿六申群岛南边这一带是什么 是我们的055发射阵地 也是我们的河前顶 咱们不知道水下带不带河前顶 也是我们的河前顶的发射阵地 那这个时间节点在哪呢 在巴黎奥运会 马上了 二十几天 我们的巴黎奥运会 你看我这个山东舰也已经前出巴扎海峡 要奔着这个战地去 算一算 就是巴黎奥运会 美国人可能搞金融收割 一会儿再谈金融 那么巴黎奥运会这个时间节点 我们必须全方位出动 这等于是对美国一个警戒 现在俄罗斯其实 他的河前顶去古巴 佛里亚海峡 然后我们现在减分去120 到阿拉斯加 到阿拉斯加门口 一个北美洲 一个亚洲 一个分级舰 我们到这去 绝不小额 我们055现在已经奔着那去了 美国现在是抓紧收割 你看美国美联储也说了 不准备 不准备降 那就是实际是收割到底 中俄进行这种威胁 现在越来越 受到的挤压越来越大 那这时候 中俄再加强战略合作 中俄海军已经实现 在阿流深附近的联合巡航了 中国轰炸机 也联合巡航 都相互降落对方基地 这个中国的合作 其实现在看的就是一个 一个是古巴 一个是阿流深 就是阿拉斯加附近 这两个点位 咱们之前谈过地图 咱们讲过 解放军的越二零 几个罕念 飞到了阿流深群岛附近 对吧 这个附近是有谁呢 是有F22引战机 包括应该是有一个中队 美军 他就和解放军 到达那个地区 就是隔一海之隔 勘查家半岛 彼得巴鲁斯克 解放军20降落 当时咱们介绍过 那是勘查家半岛 首次解放军降落 另外呢 他又跑到北边 更靠近白令海的海峡 这个位置 那个地带 其实美苏前对峙 就是看见爱半岛 而且这里边有大量的 战略导弹部队基地 核潜顶基地 这就是堡垒区 中俄 就是让中国军队去堡垒区 已经是看出 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 这个程度了 这你看 彼得巴鲁斯克机场 大约有1000公里外 就是美国的美军的 叫谢米亚岛战略基地 你这个名很少听 它也是非常关键的 美军基本是从这儿要飞日本 要飞日本 经过 必经这个地带 这美军的谢米亚岛战略 战略基地 是最重要的一个前哨 应该说 这是美国 在一海之隔 阿拉斯加部署重兵 F22陆基导弹 反导拦截系统 而且围绕白令海 阿留申群岛也不是有战略力量 所以在距离比德 巴鲁斯克机场 1000公里 阿留申 这个谢米亚岛 美军的空军 叫伊莱克森 航空站 有空军 包括L波段的向外雷达 战略预警 这个雷达 它是直接正面就对 勘察加半岛进行搜索 搜索 前基地吧 重要的战略物资要往上运 就是解放军 可能正在和俄谈相关的事宜 就是这次解放军距离美国 本土这么近 美国绝不可能 是个事不见的 中俄联合军事合作内涵 现在一直在上升啊 从轰6K和这个图九五 联合巡航日本海 现在已经奔着阿拉斯加去了 咱们想想 如果在阿拉斯加 我们在这巡航 那日本海 日本海其实小case 日本就没有增援了 中国的东风导弹洗地之后 日本就没有任何的参战能力 空中啊 它只能依赖是美国 从别的基地派飞机来 最近的不就这个阿拉斯加吗 包括解放军的无人机 也已经穿过这个图门江 是吧 进入日本海巡逻了 日本海巡逻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日本没有任何 日本现在是背后被插了一刀 从和俄江方向来了一刀 约二零这次抵径阿拉斯加 就是美国大门口 对吧 更是直接罕见的告诉美方 解放军的刀来了 也就是代表我空中力量 首先可能要 要进入这区 对吧 咱们讲过 这个谢米亚 它是 这个 L波段是盯着这个 看约二半岛的 那我们的飞机可能从这个方向来 这种威慑当然不言语了 局势的时候 美国就是派它的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起飞 包括从阿斯加起飞 你看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南 一个从北 直奔中国 对吧 那我们现在的战略威慑 我们当然也必须要给出来 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勘察加半岛 派战略轰炸机 抵近美军 所以我们这个白令海宽度 也就是2000公里左右 所以 轰六的作战半径来看 从勘察加半岛起飞 如果是 咱们说以这个堡垒区为中心点 我们足够的燃油 可以沿着阿拉斯加沿海 比较长的一个航行驶巡逻 另外 勘察加半岛的距离 美西汉也就5000公里 未来 解闻军的 预二 预二零到了 轰二零肯定能到 轰二零 呼吸之后 在这个区域巡航 我们现在先用轰六 在这画对图 之后如果勘察加半岛 再给中国作为补给基地 那么 我们就 不经过空中加油 就直接从 从这个勘察加半岛起飞 到美国西海岸进行 战略巡航了 五六千公里 我们直接可以巡航了 对吧 就以勘察加半岛为基地 我们在这巡航 北美 就美国西部 美国西韩 所以我们055现在看 应该是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海空力量 都要前进 抵近美国 不能让美国在 东亚 中国这 在这 撒野 中俄的合作 是没有上限 这个背景之下 看来 解放军的U20 出现在俄罗斯 勘察加半岛这个基地 就意味着 有重要的战略以中国 可能获得了相关的允许 我们使用这个基地 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霸权 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 因为它必须得调兵回防 就到阿留申 泄米亚岛 现在看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事 已经从宫转向首了 从西太太也是把兵往回撤 从宫转向首 那就是说 伊岛链变成灰色地带 而不是他的什么 把这个灰色地带 放在中国东南海 整个战略态上 我们要把进攻 放在美国西海岸 这个美国人可没想到